字幕志明 李宗盛 公司由我父親一手創立 公司經營我超過30年 我們以前是一間傳統的傢俬公司 有自己的傢俬廠 以前主要是做傢俬為主 慢慢發展 有些客人問我們 你會否做裝修工程 我們的發展就開始慢慢做裝修工程 隨著時代的轉變 我們除了做裝修工程之外 以及一些傢俬生產之外 我們做修來設計 家具設計各方面 都以實用型為主題 很多客人都因為這一點 這些東西很實用 以及很耐用 找回我們 隨著不同的要求 時代的進步 各方面不再是實用為主 那麼簡單 其實我們也加入了很多元素 設計不僅是生活所需的一部分 也加入了很多個人的品味 興趣 我覺得設計靈感方面 很多時候都來自一些生活的細節 例如去旅行 我很喜歡看一些不同的建築物 很多時候都會很喜歡走過去 摸一下 除了這些之外 就算平時看到一些玩具 教堂 車 它們都是一些我靈感的來源 因為過往傳統的經營模式 令我在傢俬的設計和生產方面 都有相當豐富的經驗 在工程方面 過往我都是由零開始 去到完成 一手一腳去管理和跟進 現階段 我們不斷地吸納一些 有非常豐富的經驗的收藝設計師 它們都是來自一些 國際知名的建築收藝設計的職流 因為我過往的福富經驗 帶領一些新進的收藝設計師 去實踐更多的夢 簡約生活 自活不凡 崇尚為簡